尊敬的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请先开圣学根之根 百家信 我们从第一册 第55页的第五行开始看齐 业性思少 上一节课 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业性的历史渊源 业性是出自于米性 王英林先生说 业是 楚 就是楚国 楚国的业公 叫做沈朱良 他被分封在业 食采与业 那么这个字呢 在古时候也读摄 那么这个历史呢 是发生在春秋后期 楚庆王 楚庆王 所以后世子孙 就以他所封的这个业意的业 为姓氏 那么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 出自于 外姓和外族的感性 那么这个我们上节课啊 就已经 跟大家介绍过了 那么下面 我们就开始啊 来为大家介绍 在历史上 业氏家族的这些历史人物 首先 我们看看 周朝的时期 在周朝的时期 有一位 业公 那么关于业公 在论语当中 就有记载 业公和孔子 就是孔老夫子之间的对话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引用其中的一段对话 这一段是记载在 《论语子录》当中 业公 与孔子曰 无党 有职工者 其父 攘扬 儿子 正之 这是 业公 对 孔子 所讲的话 那么我们看看 孔老夫子 是如何回答 是如何回答他的 孔子曰 无党 有职工者 有职工者 其父 攘扬 儿子 正之 雪宗 雪宗 雪宗老人 就有谈到 人人都有爱 孔子的心 这个孔子就是故乡 你看每个人都是爱自己的国家 爱自己的故乡 但是时至今日 因为人们的历史观念 家国观念 越来越淡薄 所以有一些崇洋媚外的思想 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认为自己的国家 什么地方都不好 那么雪宫就谈到 国家未亡先上良心 你看孝涕中心 是我们人人本有的良知良能 现在失掉了 这就是上了良心 而夜宫虽然不好 但是他也是谈他的国家 你看这个地方说五党 五党是什么意思呢 五党就是指夜宫所在的夜国 五党有职工者 那么这个人 姓公 那么古时候啊 这个鞠躬的功 也做这个弓箭的功啊 所以职工者 称为职工 意思就是说 我们夜国啊 这个国家 有一位姓公的人 他很直爽 那么说到这个直啊 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好事情 可是你也要看他的职是职在什么地方 是怎么职的 他说其父 让羊儿子正直 他的直爽体现在哪里呢 就是他的父亲呢 偷了别人家的羊 那么这时候不就两方要到官府衙门里面 要去打官司 那这时候要有证人呢 结果啊 想不到这个偷羊的人呢 他儿子跑出来做证人 那这个夜公就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一种大公无私的体现呢 是不是算正直呢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 雪公老人就有谈到啊 说大家都说会办事 但是雪公却觉得说 这个办事是很难的 你看夜公 他夸耀自己国家夜国的事情 你看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没有真正的智慧 和处世待人接物的能力 你如何来应对他 所以孔子所传授的这一套儒家思想啊 他的方法就是博我以文 曰之以礼 那么谈到政治的事情很多 所以雪公老人编了一部长礼举药 并且在他老人家94岁 90多岁高龄的时候啊 还在孜孜不倦的为学生们讲解 常理举药 可见得他的重要性 那么孔子的学生当中啊 孔子有一位得意门生 就是言子言渊 孔老夫子所提倡的儒家思想 是以人 就是仁爱的这个人 为核心的 那么他曾经答复言子 所谓事物 这个事物的核心啊 雪公老人在这里谈到 事物的核心 就是一个理字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了解到 这个理字 它的重要性 所以雪公老人强调 我们如果能够懂得理 懂得理 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那么我们看 叶公他所说的这句话 所谈的这件事情啊 非常的明显 叶公呢 他认为 这个儿子的做法是对的 他觉得 这个儿子这样做呢 他很赏识 他认为这是很正直的体现 那么又有人来说 职工他很正直 是大公无私的人 因为他父亲偷养有罪啊 必须杀头 那么这里 杀头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雪公老人在这里谈到 当我们不明白人情事故 也不懂得书当中真实的义理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办事 你说会办事 那是见取见 正是邪见 就官府啊 要杀职工的父亲 这时候职工呢 就请求要替他父亲来死 所以职工又直又孝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那么他到底算是孝 还是算不孝呢 后来 这个夜宫啊 他听到了这件事情 就赦免了职工 那么下面 我们再来看看 孔老夫子是怎么回答他的 孔子曰 无党之职者 亦于是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职在其中 那么孔老夫子的回答是这样的 他跟夜宫说啊 在我们那里 也有人很直爽 但我们 我们那里人的直爽和你们是不相同的 是怎么做的呢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这个地方就是重点了 就是儿子犯了错 父亲会为他掩藏 而父亲犯了错的时候 儿子也会帮他父亲掩藏 所以孔子说 我们的直 和你们的直是不同的 你们这里夜宫在夜国当中 这个直公他是怎么做 他是父告子子告父 你看这就看出差别出来了 那么雪宫老人谈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礼记 可以参考刘氏的正义 以礼记谈公的一句经文 是这样说的 事情有隐而无犯 就是我们侍奉在上的人 无论他是我们的父母 还是我们的老师 或者是长辈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啊 要隐着 隐而无犯 强调这个隐字 那么父母要是有过失怎么办呢 父母有过 则积见 见智不从 有净不为 在正玄的注解当中就说 有隐而无犯 这个隐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隐啊 就是说 不要称阳他的过失 对于长辈 长辈一旦犯的过失 我们作为晚辈是不可以去宣扬的 不能够去跟别人讲的 不但是晚辈对长辈是如此 即使是朋友之间呢 也都是如此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 隐恶扬善 你如果把长辈或者是朋友 甚至是祖先 这些恶事啊 都到处去宣扬 像外人说 这就是羊恶 那么羊恶 连朋友之间都不能这样做 何况是父母呢 儿女对于父母啊 就更不能把父母亲的过失 到处去宣扬了 所以雪宫老人 在这个地方啊 就引了明子谦 举了明子谦的例子 你看啊 明子谦无论是他的父亲 还是后母 那么起初对明子谦啊 都很不好 这后母千方百计的 要虐待这个前妻生的孩子 那么到了后来 父亲发现这个情况之后 想要修掉后母 因为他等于说他的行为啊 并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 可是这个时候 你看明子谦是怎么反应的 明子谦就劝谦 他的父亲 他说 母债一子丹 母去三子函 那么他这个做法就是基贱 父母有过则基贱 贱贱不从又进不为 他就有做到这一点 那么此外呢 在严铁论当中也有谈到 父子之间是天伦啊 你看五伦关系 关系首先就是父子有亲 好 在五伦关系当中有两个是真正的天伦 一个是父子 一个是兄弟 好 那么之前说过夫妻啊 这是属于半天伦 好 这个最初结婚的时候 不算是天伦啊 将来生了孩子 那么夫妻呢 就算是天伦啊 所以夫妻是半天伦 那么父子之间 既然是天伦的关系 所以父亲有的过失 自然是要隐而不宣啊 你要替父亲隐瞒 而不能够把他到处去宣扬 所以雪宫老人强调 如果人人都懂得理 那么这个社会上国家当中 这些事情呢 就很容易解决啊 在中国古时候 无论是民法还是福治 他都是遵循着礼经 就是儒家的礼啊 周礼 以礼 还有礼记 所谓尊礼 成福 尊治 成福 那么 总而言之一句话 对于论语的这句经文呢 可以用一句大家很容易懂的话 来诠释 那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大家懂得家丑不可外扬 这句话呢 就足以能够包括了 所以在礼记当中就有一句经文说 君子有理 则外邪而内无怨 好 这句话呢 就可以用雪宫老人的话来诠释 就是如果大家都懂得理 一切的问题 一切的事情啊 也都解决了 你看这句经文谈到 作为一个君子 如果他能够以礼来置身 那么他就能够和一切的人事物啊 都能和谐的相处 而且他的内心会非常平和而没有怨恨 好 所以说理智用何为贵啊 好 这个理呀 在我们家庭和社会当中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评判一件事情的是非对错呢 也是要以圣人的教诲来作为标准 好 那么这一段呢 就是论语当中呢 关于叶公和孔老夫子之间的对话 当然他们之间的对话 不只是这一句啊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再读一读论语 到了三国时期 有一位叶雄 叶雄 他是吴都尉 好 在吴啊 是担任都尉的官职 叶翘 叶翘是担任宣辉使 那么他这个人是博雅而又正直 是周王之帅 好 下面我们看看 叶恒 我们看在万幸同谱当中就有关于叶恒的生平的这个介绍 叶恒 叶恒 自众星 他是饶州 德星人 那么在智元年间呢 他是担任新化现隐的官职啊 就是在新化 新化这一个地方呢 他是地方的长官 那么等到他在新化任职 齐满 要离开的时候 老百姓 就非常怀念他 所以 就立了一个碑 来歌颂 叶恒 在新化 时期的德政 那么这个碑文呢 主要的内容是这样的 说明苦 复脸 侯为 优助 就是老百姓平常呢 因为国家要征收这些税负啊 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 那么这个时候叶恒呢 就想尽办法来帮助老百姓减轻税负 民苦盗贼 侯为 吉卜 当地呢 有一些不法的盗贼在作乱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 叶恒啊 就 这个身为新化现隐 这个时期呢 他就 以 地方政府的名义啊 来平定盗贼的叛乱 给老百姓呢 带来安定的生活 那么致其吞并 仍让以心 所以 叶恒在当地做官是做得很好 那么是以仁爱之心来对待百姓 至起虚担 送欲以轻 那么不但是如此他还以身作则 撤散 你看古时候这些无论是君王还是官员啊 那么凡是在地方发生的一些灾祸啊或者是有旱灾水灾等等啊 这时候作为君王和地方的长官都首先来反省和忏悔自己做得不好 那么通过自我反省啊 常常能够感得上天呢 这个降下雨水能够把这些灾灾能够减轻 那么七高于神 那么七高于神 君虎禀机啊 不但是盗贼能够肃清 甚至于连危害百姓的一些老虎猛兽啊 当有一个好的地方官在这里执政的时候呢 连这些动物啊都能受到感化 那么我有田野猴辟耕之 老百姓有田地呢 那么叶恒在当地主政的时候就是会鼓励农业的生产和发展 让老百姓呢可以安心的耕种 能够有收成 我有学校侯作新职 那么叶恒在当地不但是鼓励农业生产 而且他非常重视教育 能够让当地的孩子能够受到很好的圣贤的教化 在当地新办教育 所以叶恒他的种种作为呢 就是人民百姓父母观所应该做的 猴之爱民如母护子 你看他对待老百姓就像母亲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民愿受禅抢富而至 你看这个叶恒在新化只做了三年的献饮 他就为百姓做了这么多的好事 这些善政与德政呢都深深的感动了当地的百姓 所以前菜后叶时为我心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老百姓为他立的碑来歌颂叶恒的德政 我们想如果在这个国家当中 有像叶恒这样的父母观 念念为百姓着想 那么一定能够给整个国家和社会 带来真正的安定与和谐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介绍一位夜市家族的代表人物 他的生平是出自于神仙感育传 这也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是太平广记所收录的 是唐朝时期的叶迁勺 唐朝时期的叶迁勺啊 他是信州人 那么他年轻年少的时候 有一次呢 他到外面啊去砍柴 结果呢刚好遇到了大雨 于是叶迁勺啊 他就到了一棵大树底下来避雨 可是想不到这棵大树就被雷给劈了 好这个电闪雷鸣啊 好一下子呢就把这个树给劈倒了 可是想不到过了一会儿 这个树呢又合起来 好结果呢有一个雷弓 就被这棵树给夹在中间 好那么他想要飞走啊就飞不走 那么这时候叶迁勺他年纪很小 好他是幼岁啊 这个这个时候就属于这个 年少的这个时期 好他年纪很小 那么看到这个雷弓被大树给夹住了 于是他这个心地很善良啊 好他就找了一些工具呢 把这个树啊慢慢的把它劈开 好那么之后呢 这个雷弓啊才有办法再飞走 那么雷弓要走的时候啊 对于叶迁勺呢就十分的感谢 并且跟他约定啊 说改日呢会再来到这里 他就跟他约好了时间 结果到了他们约定的时间啊 叶迁勺来到此地 这个雷弓也来了 好那么雷弓呢 就送给他一卷的 好就上面啊 有这个笔墨啊 所写的一个卷子 好并且跟他说呢 说你按照这个卷子 所写的来做呢 就可以呼风唤雨 而且还可以呢 帮助人们 就是治疗他的疾病 好 那么用这个方法 你来行善救人是很好的 好 那么雷弓就跟他说啊 说我们雷弓呢 有五个兄弟 好 那么如果 呃你想要呼风唤雨的时候 想要听到雷声 你就呼唤雷大跟雷二 好 那么我们就会回应你 好 但是我们五个兄弟当中啊 雷武的性格是最暴躁的 所以呢 如果没有非常危险危急的事情呢 你就不要叫雷武了 好 他兄弟五人啊 最小的弟弟性格最暴躁 于是呢 从此之后啊 叶千勺就学会了这个呼风唤雨的本领 好 而且他每次就按照雷弓 教给他的方法呢 好 都很有效果 那么有一次呢 这个叶千勺啊 在吉州这个地方喝醉了酒 好 那么当地的太守呢 就把他抓起来 而且呢 而且呢 要惩罚他 要给他一个挺严重的惩罚 就这时候 叶千勺呢 他请起之下呢 就在政府的这个官府的衙门当中啊 大喊雷武 雷武呢 就是这个雷公家族当中最小的小弟弟 他脾气最不好 结果本来呢 这个吉州市啊 这个地方啊 发生了旱灾 始终都没有下雨 结果叶千勺一喊雷武啊 就发现呢 这个日光突然变得非常的明亮 然后就传来了一声很大的劈雷的声音 结果人们吓得都到处逃跑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太守啊 就从这个官府的这个台阶当中啊 走下来 就很恭敬的来提醒他呢 希望能够帮这个地方求雨 因为当时郡里面啊 已经有了汉情很严重 那么很快呢 这个雨啊 这个叶千勺一求雨呢 这个雨呢 就下到 全部都下下来了 那么使得当地老百姓的这些田地啊 上面的河苗都得到了雨水的灌溉 那么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 远近之人都知道叶千勺啊 有这个特别的能力 那么后来呢 这个他又来到了华州 那么华州这个地方啊 和前面这个吉州刚好相反啊 这个地方是在闹水灾 因为雨下的太久了 就导致华州这个地方啊 这个黄河啊 就一直在泛滥 那么这些官员们为了解决这个洪涝的灾患呢 都非常的辛苦啊 早晚都不得休息 于是这时候叶千勺来到这个地方呢 他就用一个铁渣 这个铁渣呢 大概二尺长 那么他就在河岸上 黄河的河岸上立了一个符 结果就发现了黄河的河水啊 就开始堆附 形成一个堆附的形状 然后呢 沿着这个河河道啊 就流到下游去 就没有出这个叶千勺 他所立的符的范围 所以使得老百姓呢 就没有再遭受到这个水灾的患难 那么无论是旱灾还是水灾啊 叶千勺都可以帮助当地的官员和百姓 帮他们减少这个灾难 那么有的人比如说生病了 那么希望叶千勺呢 可以帮他治病 他呢 也都尽心尽力的来帮助他们 而且效果都很好 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出自于神仙敢欲传啊 这是叶千勺和雷公之间的这个故事 那么将来我们学习 又学穷林的时候 也能够看到有一段经文 也是谈到这个雷公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 这个古时候呢 也有许多很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啊 所以其实我们人和天地宇宙和大自然之间呢 是紧密关联的 是一体不二的关系 那么古人呢 因为他有志诚之心 所以他可以跟天地大自然的万事万物 可以相互交感 那么何为一体啊 那么这些故事呢 在古时候是流传非常广泛的 这些神仙的感应的故事 好 那么业性啊 我们在此地就为大家介绍这几位代表人物 我们就接着看 业性思少 下一个性思就是性 幸福的性 幸是 在晋朝时期有性灵 好 性灵 唐朝呢 有性难容 那么这个性啊 在古时候 这个性呢 是宠性的意思 那么性臣 好 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词啊 性臣 就是君王所宠性的大臣 所以在清朝 张树有一部姓氏武书 好 这里就有谈到啊 说姓 这个姓氏 他的祖先呢 是君王 宠性的姓氏 那么他们的后代呢 因为看到 祖上 得到了帝王的宠性 所以后来就赐予这个姓 这个姓氏呢 来作为家族的姓氏 所以 他的起源呢 我们顾名思义啊 这个姓氏 这个姓就和 宠性 赏姓 是类似的 那么因为受到君王的宠性 成为姓臣 所以后世子孙呢 就以这个幸福的姓啊 来作为家族的姓氏 那么在历史上呢 这个姓 这个姓氏 还有起源于姓氏的 就是周朝时期的姓氏 那么周武王 他的儿子是周成王 这是周成王赐给他的叔父姬衍的姓氏 那么周武王 他的弟弟姬衍 姬衍就是周文王的儿子 周武王的弟弟 那么因为姬衍 他镇守在朔北燕门 也就是仓州 因为这个功劳呢 所以周成王 后来就赐给他的叔叔姬衍 赐姓为姓 那么这也是姓这个姓氏的始祖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姓氏家族 在历史上都有哪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在晋朝的时期 近代啊 有一个人叫做姓灵 那么他的故事呢 是记载在《御章记》当中 姓灵 他是 御章建昌县的人 那么姓灵这个人啊 他平常说话很少 少言寡语的 那么有人 即使是欺负他 他也不会生气 所以村里的人都觉得这个人好像很好欺负啊 都认为他是傻子 连他的父亲和哥哥啊 也觉得 这个姓灵 好像是非常的傻 那么在平常呢 姓灵他都会帮他的家人来看守稻田 因为古时候啊 一般一般的家庭呢都是以农为生的 那么家里有养的耕牛也会耕种一些庄稼 结果有一天呢 这个牛啊 他没有在田地里面耕种 而是在田里面啊吃这个稻子 可是姓灵看到之后 他并没有去驱赶这个牛 那么等到牛吃饱了 离开之后啊 他就把这个牛 采乱的稻子把它整理一下 那这时候 姓灵的父亲 见到这个景象就很生气 想不到姓灵就跟父亲说啊 他说 福万物生天地之间各得其异 牛方食和奈何趋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 这个宇宙当中的万事万物 就包括这些动物 他们是生长在天地之间的 各得其异 你要顺应自然呢 他来吃稻子也是因为他肚子饿了 他需要吃东西 所以牛刚刚就在这里吃庄稼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他赶走呢 虽然这是人的食物 但是呢我们跟这些宇宙间的万事万物 都是平等的 好 我们人有需要 牛也有需要啊 这时候父亲听得很生气啊 就说啊 就跟他说呢 那么如果像你所说的这样子 那为什么还要再去整理这些稻子呢 好 当时有些稻子啊 因为被牛给踩坏了 那么姓林就回答说啊 此道又得终其性意 他说呢 这些稻子被踩坏了 那么我们也应该啊 要对他恭敬 要终其性命 不能够看到他受伤 而不管他 好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 就可以看出姓林 他的平常的为人处事 确实跟一般人不一样 难怪呢 人们都觉得他傻 但他傻的外表 其实他内藏着很深 很广的智慧啊 好 你看他说的这些话呢 都是有很深的道理在其中 那么当时呢 有一个顺扬人叫做樊长斌 樊长斌他担任建昌县令的时候啊 那么他就蒸发当地的百姓 要共同来制造官船 就是制造这个船呢 而且他还下令呢 要求每个人都要制作一双船桨 结果姓林呢 就把他应该要做的船桨做好了之后 可是还没等交给官府 就被人偷走了 可是当时偷了他的船桨的人呢 突然间就开始感到心痛 结果姓林就问他说 是不是你偷了我的船桨啊 这个小偷呢就没有回答他 结果他就心痛得更加厉害 所以姓林就跟他说 如果你再不把实话告诉我啊 你连性命都保不住的 结果这时候小偷啊 他很着急 他才点头承认是他偷的 结果姓林呢 就拿来水给他喝 这个小偷心痛啊 才慢慢的好转 那么等到政府的官船 建造完成之后呢 这个县令就要求呢 让十个人拉一艘船 可是很奇怪 这艘船呢 就是怎么拉 他都不动 在那里如如不动 可是姓林来这里一推啊 这个船就往前走了 所以这乡人觉得啊 这个姓林实在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从那时候开始啊 才对他另眼相看啊 把他当成是活神仙一样来看待 那么有一次呢 有一个人叫龚仲如 龚仲如啊 他女儿生了很奇怪的病 病了很多年都好不了 而且呢是奄奄一息 躺在床上 就后来啊 就后来啊 姓林呢 就把这个水就喷在他的身上 那么想不到呢 他这个女儿啊 就是龚仲如 他的女儿呢 就很快的病就好了 那么像这样的例子啊 不胜美举啊 还有一位 这个姓吕的一位儿子 他的母亲姓黄 也是瘫痪了十多年 那么后来呢 姓林啊 就拿了一种水 给他喝了之后啊 他就能够从床上坐起来 而且还能够下床行走 所以这样子帮人家治病的例子 是数不胜数 所以老百姓呢 就对姓林 是非常的爱戴的 那么后来呢 还有发生一些 没有办法用 这个医药来治疗的 一些异病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人的病呢 它有分很多种 那么有的病呢 就是属于 这个 就是伤风感冒啊 因为自己没有照顾好身体 而感到的疾病 但是有的病呢 就是属于业障病 那么在遇到有的人家 有这种业障病的时候 那么姓林呢 他也有办法呢 去帮助人们 去降服这些鬼怪 让这个一家呢 得以 能够安然无恙 这样的例子 也是非常多的 而姓林这个人呢 他生性 是非常柔和的 而且对人很恭敬 每次呢 他只要见到人 他就先会恭敬的礼拜他 然后自己称自己的名 而且他是一位非常有人爱之心的人 不仅是对于老百姓 对于需要帮助的人 他很有人爱之心 而且呢 他凡是看到啊 在山林当中有一些花草树木 比如说一些草木要是凋零了 或者是这个没有办法再存活了 那么他看到这些草木啊 他也会呢 把它埋起来 而且他在路途上有看到一些 契物啊 有一些物品啊 比如说他是被打翻了 打倒了 在路上呢 姓林看到啊 也一定呢 会把它扶起来 把它恭恭敬敬的放好 所以他这种习服爱物 对万事万物都非常恭敬的 这种行为 这种动作呢 都是一般人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 可见他内心当中 是具足着恭敬之心 一切恭敬 真的像曲里所说的无不敬啊 他不但是恭敬人 爱护人 对于山河大地树木花草 也是用同等的恭敬和爱护之心 来对待他们 好 那么这也是历史上记载的一位 很有恭敬心的一位高人 他生活在晋朝的时期 那么下一位我们介绍唐朝 唐朝有一位姓南荣 那么姓南荣 我们看万姓同仆啊 有简单的介绍 说他是高安人 那么他在唐朝的真元年间考中进士之后呢 他的官位做到国子祭九的官职 那国子祭九啊 我们上次介绍过 等于是国子健 国子健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啊 等于说是国子健的校长 一样的这样的地位 那么姓南荣他的后代叫做姓坛 姓坛呢 也是有一些非常神奇的这些故事在他身上发生 所以后来呢 百姓啊就把姓坛当作龙王来供奉他啊 而且还建了庙啊 来供奉 那么姓坛呢 相传呢 是宋朝时期的一位道士 他是唐朝国子健祭九 国子祭九姓南荣 他的五世孙 就是他的后世子孙 那么姓坛呢 在年少的时候就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有齐气 而且寡言少语 平常很少说话 那么后来姓坛也是遇到了高人呢 给他传授了这个道家的密法 最后他成为了一位神仙 这是一位修道之人 那么有人呢 就是有一个百姓在汴梁 汴梁呢 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 在汴梁呢 遇到了杏坛 那么他寄书底云 并且说呢 跟他讲啊 说在城北坛旁有一个古墓 这个墓啊 一棵古树 他说呢 这就是我的家 你去扣 有什么事情要去求啊 你扣 扣这个古墓呢 一定会有感应的 结果 这个百姓呢 就按照他所说的 就找到了这个城北坛旁的这个古墓 结果他去扣这个古墓呢 就发现 果然呢 从里面就走出了两个童子 那么接着又走出了一位相貌魁梧的这个大丈夫 就好像这个人 这个乡人啊 在汴梁 在河南开封所建的人是一样的 所以当地的人们都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 他们就盖了一个祠堂 盖了一个庙啊 来祭拜他 那么每次他们乡民们有什么祈祷 想要祈求的事情呢 往往啊都能够有所感应 后来呢 在历朝历代啊 还继续祭拜他 把他当作龙王来祭拜 那么白玉禅 在由龙王庙的时候 还曾经给他写了五首诗 好 那么关于姓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们接着介绍下一个姓氏 业姓思嫂 这个思姓 思姓 王毅玲先生说 正 这是郑国啊 有思臣和思齐 周有思超 这都是历史上的代表人物 那么关于这个思姓啊 我们就要 把它的历史起源啊 做一下介绍 那么相传呢 那么相传呢 这个思姓 有一个起源是以人民为室的 那么这一支是出自于 这个炎帝 神农士这个时代 在神农士这个时代呢 有一个职务是专门负责占卜的 叫做思乌 那么后来呢 思乌的祖 这个子孙呢 就以祖先的这个官名为姓 这就是思氏的起源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个思姓 还有另外一个起源 是在春秋时期 那么这一支就是出自于姓姓 在春秋时期 郑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思成 思成呢 是郑国的公主大夫 那么思成 他的后世子孙呢 就以祖上的名作为姓氏 那么这是思姓的另外一支起源 那么思姓 还有第三支起源呢 也是在春秋时期 那么这一支呢 这个是在春秋 就是东周的时期 那么当时周朝的王室啊 有一位司马 叫做修复 这个呢 就跟官名 这支呢 是跟官名有关 那么修复 他被受封在成国 就是成为了成国的成伯 他叫做修复 那么本来他是周王室的司马 这个官职 所以后世子孙呢 就以他的官职司马 作为姓氏 后来省称为司姓 这是他的第三支起源 那么此外 还有第四支起源 也是跟官名有关 因为我们知道周朝时期啊 有一些官职的名称啊 都跟司有关 比如司马 司寇 还有司徒 司成 那么这个都曾经做过姓氏啊 那么以司寇为例啊 也是如此 那么司寇 这就是在 这个春秋时期 魏林公 他的儿子 公子颖 他的子孙呢 是担任魏国的司寇 所以后世子孙 就以这个官名 司寇为姓氏 后来省称为司 所以以上呢 这都是以官名为姓氏的 那么司姓呢 在历史上有一个唐号 叫做怀佑唐 这个怀佑唐的典故是出自于宋朝时期 在宋朝时期 苏州的团练使司超 因为建立很多战功 那么后来他在蔡州 郑州等地啊 都担任过地方官 那么这些地方都是 地处在怀河之右 所以后世子孙呢 就立了一个唐号 叫做怀佑唐 这就是为了纪念宋朝的司超 好 那么下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 私信的代表人物 好 在周朝时期 有郑国的大夫司成 那么有 呃 司成的儿子呢 司祁则是担任晋国的大夫 好 那么到 这个 宋朝时期啊 好 就是北宋的初年 我们 刚刚有介绍过这个 怀佑唐的由来 好 怀佑唐就是出自于 北宋的将领 司超 而在司氏家族当中 有一幅迎联 好 特别有赞叹啊 好 国事无双 好 那么这个讲的 好 就是 北宋初 初年的将军 司超 那么司超 他是原城人 这个原城呢 是在今天的河北的大明 这个地方 好 那么最初呢 他是在五代的时期 好 在 五代 汉州 都是在朝廷当中任职 并且啊立下了很多战功 于是他就呃 升任为 输州团练使 那么到了 宋朝时期呢 就 身为防御使 那么他在 怀佑的 比如蔡州 呃 还有这个 郑州等地啊 都担任过官职 那么因为他知道这个 整个 山川 江山的显异的情况 就是对于这个地理的情况呢 有所了解 所以往往呢 他出兵打仗的时候 就能够 立下战功 他被人们称为国士 所以说国士无双 那么此外 还有一幅连呢 也是谈到 书州团练 师出有功 那么这个连呢 也是 谈到这个 宋朝初年的 这位将军司超 那么他曾经 担任过 苏州团练使 并且啊 他出师打仗的时候 往往都能够立下战功 那么下面我们介绍的是 呃 司居靖 司居靖 是元朝时期的 恩县人 就是今天的山东 平原县 这一带啊 那么司居靖 这个人呢 他平常生活很简朴 而为人呢 又很正直 很耿直 在元朝末年的时候 司居靖 担任 邹宪颖 这个官职 他在 担任地方官的时期 对于老百姓很爱护 而且他十分的勤政 他常常呢 就会到各个地方 去了解民情 了解民生的疾苦 并且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那么当时呢 他发现 好 司居靖 司居靖就了解到 当地的老百姓 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啊 就是他们需要把田赋 这是他们每年要交纳的这些赋税 要运到焦州去交纳 可是焦州这个地方呢 路途很遥远 老百姓啊 要这样来回往返就有困难 所以司居靖就曾经三次上书给朝廷 就希望呢 老百姓交纳田赋的时候 可以改到藤县 最终朝廷呢 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后来司居靖 他又了解到啊 在当地有很多老百姓 他们的儿女都很想要读书 可是因为这个地方之前呢 没有设立学校 所以很多人想读书也上不了学 于是司居靖 他就建造了学校 并且呢设立了学田 他还把自己家里的藏书 也捐给这个学校学工 所以就把地方的这个整个教育的水平呢 提升下来 提升上来了 那么等到后来司居靖 要离职之后啊 当地的县里的老百姓都很感恩他 所以也是为他克食杯来歌颂 司居靖的功德 歌颂他的德政 好 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姓氏 就是韶姓 夜姓思韶 最后一个韶姓 那么韶姓啊 顾名思义呢 这个韶是跟音乐有关的 所以他的历史渊源呢 也是跟这个韶乐分不开 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这个我们都很向往姚顺的时代 那么顺王他是接受姚帝的 善让 把这个天下善让给顺帝 所以顺帝就成为了士族的首领 那么顺帝 他的乐师 就做了韶乐 这个韶乐啊 非常优美而动听 所以在当时是流传的很广的 那么一直到了春秋的时代 还有人能够演奏 韶乐 那么有一次 孔老夫子 就来到了齐国 就来到了齐国 孔老夫子在齐国就听到了当地的乐师 在演奏 韶乐 所以我们要是读到论语的经文啊 就知道那时孔子呢 听到韶乐之后 就被他优美的旋律 所感动和吸引 结果三月不知肉味 那么创作这首 韶乐的乐观 他是顺帝的乐观啊 他的后代呢 就以韶乐为荣 这是家族的荣耀 所以呢 就有人以韶为姓氏 那么这是韶姓最早的一个起源 那么除此之外啊 我们说这个起源是以乐曲名 韶乐这个乐曲的名为姓氏的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以地名为姓氏 以地名为姓氏呢 我们看姓氏当中说 开封有此信 望出太原 这是在隋朝的时期 在梁广就设置了 韶州 这是一个说法 那么此外呢 还有一个说法 这个古时候啊 这个韶州是在今天的河南开封这一带 所以当地人呢 就以这个韶州的韶作为姓氏 代代相传 这是韶姓的另外一个起源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韶氏家族啊 有一幅银点 是这样说的 兴起韶月望出太原 好 那么这个太原就是太原郡 这是韶姓的郡望 而兴起韶月则是讲呢 这个韶姓是源自于上古时期的韶月 那么下点说 月至罪人 另外一幅对联 我们跟大家介绍另外一幅韶姓的对联呢 说月至罪人 孔子三月不知肉味 事无宁至名官 一生勤克闽达 那么其中上连所讲的就是孔子在齐文韶的这一段公案 那么这个公案呢 是出自于论语的数儿篇 在论语数儿篇当中有一句经文 说子在齐文韶 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图文月之至于思也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雪宫老人对于这句经文的讲解 子在齐文韶 那么济南省城啊 因为我们知道雪宫老人也是山东人啊 那么在山东济南省城 这个济南是山东的省会 济南省城的东部 省城以东啊 是齐 那么温水西南 就是鲁 那么诸子的注解是孔子到山东的齐国 听顺王的韶月 但是余顺的经常并不在齐 为什么得以听闻韶月 雪宫老人曾经到过济阳 在济阳 就有一个历史的古迹 叫做文韶台 那么文韶台 台上呢 有孔子的铝 铝就是鞋子啊 在屈腹 圣公府 就是孔府当中 也有孔子铝 有孔子的鞋子 这个这个脚印啊 好 三月不知肉味 孔老夫子听到这个韶月呢 是三月不知肉味 三个月的时间呢 吃肉都吃不出肉的味道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人说是因为孔子非常专心的缘故 他契入了这个韶月的境界 心心念念都在音乐当中 所以他吃东西都吃不出味道出来 当然呢 像宋儒还有别的说法 所以这句经文呢 自古以来呢 就不容易讲解 在史记世家当中 就有记载 与其太时与月 闻少阴 学之三月不知肉味 那么这个三呢 我们大家不要觉得三就是指的 三个月 三月不是指的 只有三个月 吃不出肉的味道 这个三呢 也有当多来讲 并不是十字某个数字 就比如说像纪文子 三思而后行 那么这个三也是多的意思 并不是说他只想了三次 只思考了三次 那么另外呢 这个对句经文也有 剧斗的标注方法不同 比如说有的音斗是这样子标的 说子在其 文韶三月不知肉味 也有这样断道 那么下句说曰不图为月之至于思也 那么也有注解说这个为呀应该做归 因为在周朝时期 把顺的后代就分封在了陈国 那么他姓归 这个我们之前得有跟大家介绍过 这是跟归水有关 那么陈公子丸奔起 有人呢就预言啊 他武士起仓 就是陈公子他跟齐王一起饮酒啊 那么留到了夜晚的时候 陈丸就说啊补咒不补夜 这个夜饮呢是荒淫的行为 所以他坚持就不肯陪着齐王呢夜饮 那么到了陈衡 他却是尸杀了齐国的国君 田丹呢他就是陈丸的后代 那么齐则是江太公的后代 所以陈公子到了齐国呢 他就带着顺的饶月来到了齐国 那么孔子他到齐国学这个饶月啊 学三个月这是一个阶段 等于说孔子他这三个月的时间 心心都在音乐上面都在饶月上 那么孔老夫子说 没有想到顺王的音乐 怎么会到齐这个地方来呢 那为什么孔子要这么说 他的用意何在呢 因为孔子他知道 陈的势力是很大的 所以江太公的后代 恐怕要保不住了 孔子是感叹齐国将要灭亡 而臣将要兴 那么孔子又感叹呢 在从前顺王的这个时代 你看顺王的天下 是依让而来的 可是到了孔子这个时代啊 就大不如从前了 完全不同啊 因为这个音乐呢 他的内容往往都是叙述这个国家 是如何来的 他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好 那么这一段呢 就是论语当中的这一句记载啊 就是关于这个韶月 那么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韶姓的历史人物 在晋朝时期有韶石是担任中谋令的官职 而到了明朝时期有一位官员 一位梁吏叫做韶户 那么刚刚我们介绍的这幅影脸 月至罪人 孔子三月不知肉味 事无宁至名官 义胜 秦克敏达 其中夏连所讲的就是明朝时期的梁吏 韶户 韶户 他是祁山人 祁山就是在今天的陕西 在红武年间 任官 在红武年间 我们看这个万兴通谱的记载 在明朝红武二十九年 韶户呢 从户部主市呢 就贬到了昆山 昆山是在今天的江苏 贬为昆山典史 那么后来他又升官了 又升为暗查千世的官职 那么在当时明朝初年 红武年间是明朝初年 明朝刚刚取得天下 整个江山稳定下来之后 而韶户他做官是非常用心而又尽力 所以人们对他很赞叹 并且他做事情 这个为官为政的时候 是秦克闽达事无宁致 那么换句话说呢 他行政上呢 是很有效率的 这个事情办事啊 很有效率 所以后来呢 他又提升为暗查千世的官职 那么这里迎联当中就谈到啊 事无宁致 明官义胜 秦克闽达 就是讲他做官的时候 这个处理政务 很勤政 又很有效率 好 那么这句经文 业性思勺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此地 我们请接着看百家姓的下一句经文 告礼济博 我们先来看告姓 王毅林先生说 告示 周文王子 所封 是周文王的儿子啊 所封的这个地方 后人呢 就以国民为姓氏 最告姓 是出自于姓姓的 这是在西周初年 当周武王成功伐咒 击败了商周王而建立周朝的时候 周武王就开始分封各路的诸侯 那么武王 他把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啊 是周文王的第十一个儿子 那么武王就把弟弟分封在了告 告是在哪里呢 这个告就是在今天的山东的长武县的东南 那么告呢 是在春秋的时代被宋国所灭 所以告国的公主后代呢 就以所封的封地的名为姓氏 这是告示的起源 那么告 在先秦的文献当中也做告示 告诉的告 在录史当中有记载 那么后来呢 还是以这个 我们现在通用的这个告字为姓氏 那告姓有一个唐号叫做吉谷唐 吉谷唐 它的典故是出自于清朝时期的告谈 告谈 他是至春秋学 他是专精于春秋经 那么它的注解呢 是以左氏春秋传为主 同时呢 他还采纳了杜宇的注解 以及宋朝元朝等各家的注解呢 那么告谈 他就做了一部春秋吉谷注 这部书 所以后世子孙呢 为了纪念这段典故 立了一个唐号叫吉谷唐 这是纪念告谈的 在告示家族的迎联当中说 文光耀于淮安 那么这是一幅连的夏连啊 那么这一幅夏连就是讲的告谈 因为他是淮安人 淮安在今天的江苏 所以文光耀于淮安 就是指的告谈呢 他遵循着左转 并且采取了晋朝的杜宇和宋元的这些注解 他做了一部春秋吉谷转注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告姓的历史人物 在周朝时期 有宋国的大幅告延年 在汉朝 告恒先 这在印手当中有记载 那么元朝告之章 告示家族有一幅连 是这样写的 是家业如师名胜 前心会是话一经 那么其中上连 是家业如师名胜 所讲的就是元朝时期的诗人 告之章 告之章 他是岳平人 这是在今天的江西 那么家里告示家族世世代代呢 都是儒者 都是读书人 精通 儒家的经典 而告之章 他的诗 写得很好 他跟国子 诗业 王四能 是齐名的 所以历史上呢 就称他们为王告 那么这是在元朝的诗坛上 两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就是王四能和告之章 那么告之章 我们刚刚提到 他不但是一位诗人 而且他还是精通 儒家经典的一位学者 所以告示家族呢 世世代代 信以儒来传家 在江西岳平这一带啊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家族 好 我们接着来看 下一个姓是离姓 那么离姓呢 王毅宁先生说 离世离侯国之后 离侯国的后代啊 那么在诗本当中记载 他是子姓 吕氏春就记载呢 周王把姚帝的后代 封在了离 此外呢 少后之衰 是起于酒离乱得 这个酒离就是离世久人 在后周时期有离景西 旁朝离干和宋朝的离纯 这是我们举出的这些代表 王毅宁先生在这里举出的代表人物啊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离姓的历史渊源 那么离姓呢 有出自于祝容氏 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个新世级旧篇当中的记载啊 就是少后之衰 久离乱得 好 这个久离就是离世久人 这是在历史上啊 皇帝的后代 祝容氏 有一部啊 在他的首领离的率领之下 他们加入了这个九离三苗的部落 他们就脱离了华夏部落 那么他的首领叫做离 后来呢 经过姚帝顺帝和羽王多次的征讨之后 这个九离三苗啊 才屈服于华夏部落联盟 那么后来 这个九离后来就开始 是在江汉之间避难 还有一部分呢 是跟着三苗 西迁 到了商朝时期 称作离方 这个离方呢 就是在今天的山西的长治这一带 那么后来呢 商王五丁 他灭掉了离方 所以这个离方后世的族人啊 就以这个国民为姓氏 称离氏 好 那么这一支的离氏啊 就是跟九离三苗有关 所以商朝时候 这个离国 这个离国呢 在商朝时候 他是属于诸侯国 好 就是今天的山西的长治 这个地方 那么他们就是 古时候 是等于说是皇帝的家族的后代 他被封在了离 那么离国的公主 后来就以这个国民为姓啊 就称为离氏 那么在周五王 他击败了周王取得天下之后啊 就开始分封各路的诸侯 那么周五王啊 他就把姚帝的后代 封在了离 这个离是在今天的山东的运城 所以历史上呢 就称他为离侯 那么这是姚帝的后代 离侯的后世子孙呢 是非常显客的啊 整个家族也很昌盛 所以后来离国的公主呢 就以这个国民离作为姓氏 好 那么这一只呢 就是出自于陶唐氏 是姚帝的后世子孙 那么除此之外啊 这个离姓 还有另外一只起源 是跟外族的改姓是有关的 就是在北魏孝文帝 他迁都洛阳之后 就把显卑族 有一个姓氏叫做素离氏 就改为了单姓离氏 那么这一只呢 就是出自于外族的改姓 那么我们介绍了 这个离姓的历史渊源之后啊 我们再介绍一下离姓的唐 这里呢 举了几个唐号 第一个唐号叫离阳唐 这个离阳唐呢 是出自于后周时期 后周时期的李锦西 他就担任李锦西他就担任李锦西他就担任了十二年之久 那么他后来官为拜任史官著作佐郎这个官职 那么李锦西他的著作啊在历史上被称为 离阴阳信使 所以子孙呢就以离阳唐作为唐号来纪念李锦西 这是第一个唐号 那么此外还有一个唐号叫金树唐 金树唐 则是出自于离阳 离阳自牺牲 他是这个北宋时期的人啊 是广安军渠江人 那么这是在四川这一带啊 那么在宋朝的庆历三年 离阳呢考中了状元 他的学问非常好 是精通金树的 所以有一次宋英宗就曾经询问过欧阳修 问他说蜀中有没有哪些有名的名士啊 那么这时候欧阳修就回答说 在文学上造诣很深的是苏寻 而儒家金树比较精通的则是离纯 所以后来呢就封离纯为金树博士 所以子孙呢就以这个典故 于是立了一个唐号就叫做金树唐 第三个唐号是八郡唐 八郡唐呢 则是离纯的九代孙叫离伯贤 离伯贤他就从四川的渠县啊 迁居到了重庆府八县 这一带 这是在今天的重庆的这个重庆市 这一带啊 所以后世子孙就以八郡唐为唐号 那么这是因为离纯的九世孙离伯贤 迁居到了重庆八县这一带啊 那么这是跟地名有关的一个唐号 第四个唐号是钱元唐 钱元唐则是离伯贤的孙子 我们知道离伯贤是离纯的孙子啊 好 那么到了离伯贤的孙子离命表这一带呢 元朝皇庆年间他考中了炭花 所以遇伯贤名为命表 所以他的长子太明公义啊 就以钱元唐作为唐号 好 那么这是离世家族的几个唐号啊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我们接着来看离世家族的代表人物啊 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几位啊 一位是李锦熙 李锦熙呢 这也是一位孙子啊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啊 就以孙行闻名于世 那么后来他担任著作郎 在南北朝时期啊 任官的时候他是秦于所值 他非常勤政 而且留下了很多著述啊 另外像宋朝的离纯啊 我们刚刚也有介绍过啊 宋英中呢 跟欧阳修之间的对话 那么欧阳修就谈到在蜀中这一带啊 这些读书人当中的文学很擅长的是书询 而经术很专精的则是离纯 那么接着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唐朝时期的离干 在李氏家族 有一幅银帘是这样写的 福节三奏 远景之灯楼有富 沾阴亦是离阳之信使 堪传 那么上连 福节三奏啊 所讲的就是唐朝时期的离干 他是荣州人 就是今天的四川 南西这一带啊 那么他擅长离干啊 他是擅长心为术术这个学问 在唐玄宗的时期 他曾经啊 代兆汉林被任命为建议大夫的官职 那么他曾经福节三奏议政啊 所以这里说福节三奏 后来他被改认为经兆议这个官职 好 那么 这一幅对联当中啊 远景之灯楼有富 好 这个所说的就是离纯 离纯啊 我们刚刚介绍过 就是宋英宗和欧阳修在对话的时候 欧阳修有推荐过 这个经术专长的就是离纯 那么他曾经呢 在梅州 离纯曾经在梅州就是今天的四川 梅山这一带啊 做了一个富 叫做灯远景楼富 那么苏氏就为为他做了一个远景楼祭 所以对他是赞叹有加啊 所以这个是远景之灯楼有富所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那么苏东坡在远景楼祭当中就赞叹他所写的这个富是 简而闻 刚而人民 正而不恶 久而民意信之 好 这是苏东坡所做的远景楼祭 那么夏连说的这个赞因义是离阳之信使 堪传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在南北朝的时期啊 北朝的州有一位学者叫李锦西 好 这就是夏连所说的啊 李锦西 自济明 那么他从小就是非常博学多文 很好学 善于占卜悬项 那么通晓这个数数之学 那么北周的丞相宇文泰啊 就让李锦西 负责呢 镇定古今的文字 所以后来李锦西担任著作左郎啊 他非常勤政 而且留下了很多的著作 那么这里就说 赞因义是离阳之信使 堪传 这个说的就是李锦西 好 那么关于黎氏家族啊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 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姓氏 季 告黎季博 这个季啊 季氏 这里有谈到 王英玲先生 只谈到了一位代表人物 就是后汉的季子训 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季性的历史渊源 这个季性呢 是源自于季性 在周武王 他击败了商咒 建立周朝之后啊 开始分封各路的诸侯 那么周武王 他非常敬仰皇帝 我们知道皇帝呢 是在上古时期 这个氏族的首领 所以呢 他就把皇帝的后代分封在了季 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一代啊 那么季国的公主后代呢 就以封地名 这个季作为姓氏 那么季呢 是在今天的北京的西南 后来季呢 是被燕国所灭掉 那么我们看一下 万幸同谱的记载 万幸同谱当中 也是列举了唐朝时期的季子训 那么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季子训 他的生平的故事啊 在季氏家族 有一幅影脸 是这样写的 说隐姬郎中 归去长城骏马 建筑同笛 到处接起白云 那么季子训呢 他是生活在东汉的时期 这是东汉时期的一位义士 他生平呢 也有许多非常奇异的故事 传世 那么这个故事呢 也是记载在神仙传当中 那么季子训呢 他是奇人 他年轻的时候啊 也曾经做过一个小官 后来他是担任驸马都尉 可是人们呢 都对他并不是很了解 不知道说他是一个身怀绝技的高人 那么他在 季子训他在相礼的时候啊 他呢平常是很有德行 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啊 都特别谦虚礼让 那么他活了三百多岁的时候 这个整个人呢 看起来还很年轻 所以很多人呢 就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一个人他能活得这么高瘦 但是跟在他身边 也见不到 他平常有吃什么灵丹妙药啊 才能这么活得这么久 那季子训呢 他平常生性啊 就非常信号清淡 就平常他就不喜欢去 这些热闹的地方啊 他常常一个人呢 没事的时候就读《易经》 那么有的时候写点文章 这里面呢 也都有很深的意义 意理在其中 那么他生平啊 也有许多非常神奇的故事 那么有一次他看到呢 这个有人抱着婴儿 于是季子训就 把这婴儿抱过来 想不到一下子一失手的 婴儿就掉在地上就死掉了 那么因为邻居啊 一直对季子训很尊敬 在他面前呢 就不敢啊 显示出很悲伤的样子 所以就把小婴儿给埋了 就后来过了二十多天 季子训就跑去邻居家问他 说你是不是还很想你的孩子啊 结果邻居就说啊 我的小小婴孩啊 看他的五官面相啊 可能没有办法活到成人 那么就是因为以前孩子出生的时候 一般都会看他的生成八字啊 可能这个孩子生来就是短命的 这个命 那么所以邻居说啊 他已经死了这么多天了 我也不再想念他了 结果这时候 季子训就跑出去 就把他的儿子抱回来 结果这家邻居看了 他想说我的孩子已经死掉了 他抱回来的是什么人呢 那么季子训就跟他说啊 这就是你自己的孩子 你就赶紧抱回来吧 结果这个小婴儿认得他的母亲 一看到母亲就笑起来 就他的母亲还是不敢相信这是他的儿子 等到季子训离开之后啊 这夫妇两个人赶紧去看 看这个当时他埋这个小婴孩的地方 就发现了在棺材里面啊 只有一个泥巴做的一个小孩子 大概六七寸长 就后来呢 本来这个命里啊 小婴孩命里是短命的 后来呢 这小婴孩啊 就非常平安顺利的长大成人 那么有一些老人 头发都已经白了 结果季子训呢 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 结果很短的时间当中啊 到了第二天呢 这些老人家的头发全都变黑了 所以在京城里面呢 有许多富贵人家听说啊 这个我们东汉的时期 东汉有这么一位高人 季子训 所以都想要来 都想要来见他 结果 这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人啊 他年年少的时候 就是子训的邻居 后来去太学啊 成为一位太学生 于是京城的这些贵人呢 就把这个太学生叫过来 他跟他说啊 你呢 平常特别勤苦用功的读书啊 就是想要考取公民 你现在呢 只要把季子训找过来 你就可以不用这么认真的读书 也能够考取公民了 就这个太学生听完了之后啊 就回到家乡 来到季子训的身边 就在他的身边呢 生活了一段时间啊 每天都在他身边呢 去撒扫啊 应对啊 去帮他打扫屋子 就自己季子训知道 他来这里是什么用意 就跟他说呢 你不是学道之人 你怎么能到我们家来 天天这样子扫地啊 做这些辛苦的工作啊 就这个读书人还是 不好意思把他的目的讲出来 结果季子训就跟他说啊 说你为什么不说真话呢 为什么在这里弄虚作假 我都知道你的 你的来这里的用意是什么 是因为在京城里面的 这些贵人想要见我 那么这个当然你这么用心呢 我一定还是会随顺你的这个用心 所以你现在呢 就赶紧回到京城里 我某月某日啊 我就会到京城当中去 结果这个读书人就非常高兴啊 就回到了京城 就跟这些京城里的贵人说 结果呢 这个到了他们约定好的这个期限啊 这个子训 记者训还是没有出发 那么因为这读书人 太学生他的父母就是他的邻居啊 就来找他 结果子训就跟他说啊 我今天呢 吃完饭我就出发 结果呢 他只有短短的半天的时间 就走了两千里这么远的路 就赶到了京城当中 那么这个太学生一见到 记子训来了就很高兴啊 就跟他说 想要见先生的这些达官贵人很多 那么子训就说啊 我从千里这么远的地方来啊 你就跟他说呢 我明天啊 都会到他们家去见他们 结果这个太学生呢 就跟这些京城的达官贵贵都说了 这一共有23家 说呢 明天呢 子训呢 记子训就会来到你们家 结果然到了第二天呢 记子训就来了 可是这23家的这个达官贵贵的家里 每个人的家里 都有一个记子训 然后呢 他们这些达官贵人啊 第二天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就相互问了 昨天到底记子训什么时候到你们家的 就发现 23个人他们家 见到自己记子训的时间都是相同的 身上穿的衣服啊 颜色样貌都没有差别 只是说他所讲的跟他们每个人所讲的话 是跟着主人他想要问的问题回答有所不同 所以整个京城就非常轰动啊 就想说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么 所以这些达官贵人啊 都争相的想要跟记子训来亲近他 结果想不到后来啊 记子训呢 就骑着一只骡子 就离开了 结果很多人都骑着马 都追不上他 最后啊 只好作罢 那么等到记子训后来他过世的这个这个过程呢 也是很神奇的啊 就是呃他在过世的时候啊 那么在当地啊就有这个非常奇异的这个香味啊 一百多天啊都没有散去 那么在神仙传当中记载啊 他呃那时候就是 这个过世的之后啊 人们把他呃安葬在棺材当中 结果后来呢就听到里面啊 发出了雷霆之声 很大的这个声音 那么光照载雨 整个屋子呢 全都非常明亮 结果他整个后来就看到 他整个这个棺材呢 就在空中啊 呃 分 分裂 飞于空中 结果这个棺材里面呢 就没有人 整个棺木就是 在空中就 飞 分裂开了 那么在棺木当中只剩下了一只鞋子 那么过了一会儿呢 就听到有人 好 这个有许多人马 这种声音呢 非常呃 就好像是仪仗的这种队伍的声音 往东边的方向而去啊 那么这就是 鸡子逊他得到成仙了啊 那么他离开之后啊 这个香味啊 在一百多天当中 好 这个几十里的 这个路上的人们都能够闻到 好 好 那么这是神仙传当中的记载啊 嗯 这这则故事也是在太平广迹当中收录的 好 那么这是 济世家族的 在东汉时期的一位著名的代表人物 那么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啊 好 那么这句经文还有一个博姓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等下一节课呢 再继续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博姓的起源和代表人物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